這場的話就是跟大家談談Graph Neural Network 基本上Graph Neural Network已經出來有一些時間了 因為其實它大概最早應該是2009年 然後2012那個時候就有在提的一篇Paper 那邊Paper其實就把整個Graph Neural Network整個大框架給Outline出來 然後一直到大家現在比較熟悉的Graph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就是GCN GCN那個的話是2016年 大概是2016年那個時候 1617然後1718左右那時候 大量的Graph Neural Network相關的模型要開始冒出來 那最近近期大概從20年21年 就是現在慢慢就轉往所謂的Geometric Deep Learning 所以等一下的話大概就是會直接把這整個的 我們會把就是Geometric Deep Learning 然後跟Graph Neural Network 然後還有比較傳統的就是CNN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這幾個就是把它串起來這樣子 OK 好 OK 所以這個是今天的Outline 那今天的Outline的話就是我們會先從 Convolution Layer去做切入 那Convolution Layer去切入的時候 我們會帶就是Computer Vision的問題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觀點 或者說一個切入點 OK 所以這個切入點的話會是所謂的 Content Information跟Geometric Information 那我們再帶到所謂的Geometric Prior 然後再進到所謂的Graph Neural Network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 雖然說就是名詞大家可能都沒有聽過 不過基本上它概念算是算是蠻好懂的 那 所以Let's see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介紹這個 我自己做的一個專案 所以目前Geometric Flux的話 現在是被併到在Flux.GL裡頭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branch這樣子 OK 所以Flux.GL的話算是在Julia裡頭 蠻大的這個Deep Learning的Ecosystem這樣子 OK 所以 所以Geometric Flux在這裡頭 然後會介紹一下在Geometric Flux裡頭 這一整年跟應該算是這一年 過去一年當中 那我幫他加了一些新的Feature這樣子 OK 好 那所以ComputeVision 基本上ComputeVision它想做的事情 它最核心最核心的概念 無非就是它要去做的是Pattern Recognition 那Pattern Recognition它的資料或是這個Pattern 它其實都是來自於你的Convolution的Kernel 然後跟你的Data 你Data Image進去的時候 它需要去辨認說你在這個Image上面 它的一些邊緣 然後上面有什麼樣的Pattern 有什麼樣的物件 OK 那它去把這些東西給捕捉出來之後 它才會認得這個是一個 比如說是一個數字的3這樣子 OK 所以3的話它可能會有像這樣子的一些邊緣 或者是邊界這樣子 OK 那其實大家一開始在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你可以利用這個Pattern Recognition這樣子的想法 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去延伸做到很多不同的應用 所以在你的Convolution的領域裡頭有非常多的問題 比如說你是做Image的Recognition 然後它就被定義成是一個Casification問題 然後或者是做Object Detection 所以Object Detection的話 你還需要做所謂的Bonding Box的Prediction 所以這個的話就會還附加一個 所謂Regression的Problem在裡頭 OK 然後或者是做所謂的Semantic Segmentation 或者是Instance Segmentation之類的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也是差不多一樣的東西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在談所謂的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其實很 這張就是一張很老的圖了啦 所以就是前面會有非常多的Convolution Layer 去做所謂的Feature Attraction 它需要去 它Feature Attraction的想法就是來自於前面講的 它做Pattern Recognition 然後去辨識出這整張照片裡頭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Pattern在裡頭 OK 然後Subsimpling的時候 它就會去把整個Size去做縮小 那所以這整個整個東西它其實來自於 你在做Image Recognition上面 你需要有一些對你要處理的資料有一些Insight 就是你要有一些想法 那這些想法它去把它實現之後 它才會變成現在的就是CNN的模型 所以這些想法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講的 如果你要去辨識這個圖片裡頭有一隻鳥 OK 有一隻鳥 那有一隻鳥需要去找到鳥的特徵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辨識出這是一隻鳥 那我們也是看到這個鳥身上 它有一些特徵存在 比如說它有羽毛 比如說它有這個會這樣子 或者是它的眼睛然後腳爪之類的 那如果說像是它的嘴巴 它的會這樣子 那它其實你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看到這整個Image的全貌 就是你不需要去看到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綠色的部分 或是下面是樹枝等等的之類的這些地方 然後才知道它是一隻鳥 它有些Pattern它只在這一小塊的區塊 你就可以知道說它可能是鳥嘴這樣子 OK 所以當你去辨識到這個比較小的一塊區塊 那其實你就可以做某種程度的推論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邊給了一個idea就是說 其實你需要的一個 它對應的就是你需要去辨識鳥嘴這個東西 去辨識鳥嘴這個東西 其實表示說你需要一個 就是前面講的Pattern的recognizer recognizer的話如果在訊號處理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filter去處理它 所以你不需要一個gobal的filter 你不需要對整張照片有一個filter 你只需要一個辨識鳥嘴的filter 你需要一個local的filter OK 再來就是這個Pattern 這個Pattern它有可能會出現在你的照片的任何一個地方 OK 就是譬如說今天鳥嘴出現在左上角 明天可能出現在右下角之類的 所以這個鳥嘴的話 它可能會出現在這整個照片的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這樣子的話給我們一個想法就是說 OK 所以說我需要有一個filter 這個是localfilter 它可以去在這個照片的任何一個地方去找到 或者去抓到捕捉這個鳥嘴 所以它需要有一個類似scanning的過程 OK 然後去捕捉 OK我要去找到 或者是知道說這個鳥嘴在哪裡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設計之下 然後它就衍生出 OK 我們可以有一個convolution layer 所以這個convolution layer它可以去 設計上就是所謂的share parameter的概念 這個在Yanlecun當初的論文裡頭去提到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insight它促成了就是去設計所謂的convolution layer convolution layer它就會有這兩大的特徵 一個是它是一個local filter 它有一個local filter 這個local filter的話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這些kernel這樣子 那這個kernel它會有這個scanning的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它可以去做pattern recognition 就是去scan整張圖片這樣子 然後才會去知道說OK 所以這個pattern它出現在這張照片的哪一個地方 如果說它出現在這張照片的某一個地方的話 就是它跟這個pattern是很match的話 所以很match的話表示說 它算出來的這個值它會很高 所以它有點類似correlation這樣子的意味 所以當你算到一個很高的值的話 表示說OK這個pattern在這個區塊它是match的 所以說它就可以去知道說OK我在這個地方去找到有某個pattern 所以我在疊更多層上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辨識到OK我在這邊有個小pattern 在這邊有個小pattern 它組合起來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比較大的pattern 也就是說前面我找到鳥嘴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找到有羽毛的 有一個是辨識羽毛的filter 然後這個辨識羽毛的filter有抓到 辨識鳥嘴的filter有抓到 當我把鳥嘴在這邊 羽毛在這邊它組合起來 後面一個比較大的filter 它去捕捉到同時捕捉到這兩個 OK所以這樣子一個鳥的概念 或者是一個形象是不是就會出來 OK那所以到比較後層 你就可以知道說OK我在哪一個activation裡頭 它是對應於這個鳥的概念這樣子 OK那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另外一個insight是就是 當你去把這個影像去降低這個解析度 OK或者說我們叫subsampling 然後或者是對叫subsampling 它其實不影響你去辨識這個東西 OK所以各位看到上面是拔 但如果說我把一些pixel把它抽掉 把它降低它的解析度 降低它的解析度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知道它還是一個拔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pooling layer 你pooling layer你無論是做mass pooling或是meam pooling 它其實它的原理是一樣的 是去透過降低解析度這樣子的想法 OK那只是說你在做pooling的時候 你是用mass的計算方式 或者是用meam的計算方式 它可以比較保留這個資料本身的資訊量 OK好那所以我想這邊大概過去 對CNN比較熟大家都會知道這樣子 OK好那接下來再來就是 跟大家介紹一個新的切入點 或者是角度這樣子 那我是會把它分成所謂的content information 跟geometry information 那所以這兩個是指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可以把資料 把它拆解成兩個部分來看 一個部分就是它去提供了所謂的content information 就是關於這個資料的內容 所以關於這個資料的內容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拿影像來說好了 所以影像來說它的content information指的是 你在影像裡頭你會有每一個的pixel 每一個pixel它會有它的顏色 會有它的rgb的數值 所以rgb它就呈現了這個影像裡頭裡頭的物件 它要給我們的這個意思它的information 所以我會把這個東西叫做所謂的它的content information 好那至於說這個content information 這個pixel它比如說它長在哪裡 OK它長在哪裡它的位置在哪裡 那位置這件事情對影像來說是重要的 為什麼對影像來說是重要的 因為如果當你去把這些pixel全部shuffle 全部打亂 OK把它做洗牌 你把它做洗牌的話 那你就辨識不出這張影像裡頭的這些東西 或者說這些物件到底是什麼 OK 所以所謂的general metric information它指的是 所以這個pixel它位於這個資料的哪一個地方 OK 所以這個是指它的幾何的資訊 OK 就是幾何你可以跟所謂的空間座標等等那些去做觀點 所以一個是指說它的內容是什麼 一個是指說這個內容它的位置在哪裡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拿照片來說大概就會是像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你把它拉到所謂的NLP自然原處理 自然原處理裡頭也會有類似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拆解 拆解之後對一個字 嗯 content information基本上指的就是它的world embedding OK 那它的位置 它的geometry information指的就是 這是在這個句子裡頭的第幾個字 OK 所以第幾個字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會有印象 如果大家 嗯 對Transformer 有稍微看過Transformer的話 應該會知道說它裡頭有所謂的Positional Encoding 所以Positional Encoding的話 後面會講它基本上就是對應這邊講的所謂的geometry的information OK 那一樣如果說我們再把這個東西拉到其他的其他的物件上 這個就是比較跟科學相關的 比如說一個水分子 水分子的話 你可以把它的原子原子的種類 OK 它的原子種類把它看成是它的一個content 那你可以用某種程度anyway 反正去把原子做encoding OK 那所以這個就是當成它的content information 那另外一個它的geometry的information從哪裡來 它的geometry的information是從它的相對的關係來 也就是這個養原子 這個養原子跟隔壁的這個氫原子之間 它跟誰是鄰居 OK 誰跟誰是鄰居 所以這整個鄰居的結構的關係 它會形成它的位置的質詢 或者說是形成它geometry的information 這樣子 OK 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處理這些所謂positional的 或者是geometry的information 其實這件事情在前面convolution layer的設計裡頭 它早就已經存在了 OK 怎麼說 在前面的convolution layer裡頭 它是去用這個kernel去掃過這整個圖片 所以當它用這個kernel去掃過這整個圖片 它已經預設了這邊有一個pattern 這邊這個pattern它就是一個三乘三的方格 這三乘三的方格 第一個方格一定跟第二個方格 它是這個左右相鄰的 然後它跟譬如說第四個方格 它是就是上下相鄰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集合的資訊 或者是位置的資訊 它已經把它寫在這個kernel的這個樣子裡頭 它的結構已經在裡頭了 所以它基本上只要用同樣的這個結構去掃過這整張圖片 它就在裡頭了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一個非常stratforward 非常非常簡單 然後大家日常就是覺得 OK就是這麼一回事嘛 那雖然說是這麼簡單 這麼trivial的東西 可是它裡頭其實是有一些數學在裡頭 或是有一些東西在裡頭的 OK 那這個東西的話我們就是講說它其實就是在 我們一般的所謂的Ukraine space裡頭 就是所謂的歐字空間裡頭 OK 然後之後我們等一下再說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如果大家有去深究所謂的attention 就是attention mechanism的話 那其實你大概會發現 你不難會發現說就是attention它在拿它的query 跟它的key去做計算的時候 你會拿到一張attention matrix 或者attention score 所以這整張的matrix 它其實只去找說 OK 我有兩個句子 或者說兩個 甚至是兩個是同樣的句子 自己跟自己 那它只去計算說 哪一個字會跟哪一個字是相關的 但是這邊的話各位是不是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我們只有考慮attention的mechanism的話 那它是不是沒有考慮位置的資訊進去 因為我們前面講的convolution layer 它除了去計算 除了去計算content的information 有考慮geometry的information 但是如果只有講attention的話 它只有去考慮content的information 它只有去考慮說 在一個句子裡頭某一個字是不是有跟其他的字有關聯性 OK 但是它並沒有去考慮說這個字在哪裡 OK 好 那基本上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就是考慮把positional encoding這種東西塞進去 OK 就是設法去把這個字 它在整個句子裡頭是在哪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 設法去把它做encoding把它塞進去 所以做encoding的方式 其實我們在transformer裡頭就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在transformer裡頭 它也是可以利用同樣這個切入點或是這個視角進去 在這邊attention的部分 它處理的是content information 我們要把genometric information塞進去 就是透過這邊的positional encoding把它塞進去 所以這邊的話 各位或許可以回去做這個實驗 就是如果你只做 就是你只券transformer的model 但是你沒有塞positional encoding進去 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子 OK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大概知道 OK 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視角去切入我們的資料 去切入我們的資料 去切入我們資料 去切入影像的資料 所以影像是這個computer vision做的事情 去切入文字的資料 文字的資料是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做的事情 OK 我們試試可以再去切入其他的資料的種類 比如說graph OK 好 好 這邊我先再引申一下 這個在image上面的一些特性 OK 所以我們再回到前面講過的 我們再回到前面講過的這個CN 或者是這個image的特性 好 這個image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它有什麼樣的幾何上的特性 所以有幾何上的特性 我們剛剛講說 它在設計filter的時候 它是 我只需要一個local的filter 所以這個local的filter 讓這個pattern 應該說它的pattern原本是local的 所以我們設計一個local的filter去對應它 OK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說這個pattern它是不是也可以出現在這整個照片的上下左右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特性叫做所謂的translational equivalence 就是translational equivalence是指什麼 translational equivalence指的是說 當我有一個pattern OK這個pattern 這個pattern它出現在這張照片裡頭的任何一個區塊 好 那我需要設計一個function OK 設計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它一樣可以去偵測這個pattern在照片裡頭的任何一個區塊 所以說無論我這隻貓它擺在這邊它可以捕捉出這個貓的pattern 然後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當這個貓我把它移動到這個地方 然後它一樣可以去偵測這個貓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特性的這樣子的function或者是layer 我們講layer就是就是CNN裡頭的compulsional layer OK 所以我們會去講說這樣子的數學的特性它是叫做translational equivalence 就是當你的這個pattern在改變的時候 然後位置改變 我剛剛講位置改變 位置改變的時候 那我的這個y的它的位置也會改變 所以我一樣可以去捕捉這樣子的pattern OK 那其實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們剛剛講的是convolution convolution它有equivariance這樣的特性 另外一個在CNN裡頭也會很常用的叫做pulling 所以pulling的話它其實有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所謂的translational invariance 所謂的translational invariance是指什麼 translational invariance指的是說我的照片裡頭有一隻狗 OK 所以我的cursification它的分類就是有狗在裡頭 它就是輸出就是會有狗 所以無論這隻狗它移動到哪裡 OK 它這隻狗它在左上角 這隻狗在右下角 但我的輸出都是一樣的 它的y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一樣的這件事情 我們把它叫做invariance 它是不變的 OK 所以它對平移這件事情是不變的 所以在設計所謂的pulling layer 它其實考慮了資料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所以說這個就解釋了就是前面為什麼在 一樣的客人它在去設計我們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layer的時候 那它需要用convolutional layer跟pooling layer這兩種layer去處理你的資料 然後這樣子的話它才可以進一步去萃取更多的資訊出來 OK 好 那我們一樣就是把這個東西把它搬到graph上面 所以搬到graph上面 graph上面有什麼 所以graph的話基本上它是由node跟edge去組成的 OK 所以這個node上面我可以有feature放在上面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nodefeature 或者是edge上面也可以有feature 所以有edgefeature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OK 所以我們有一個graph的structure 那這個graph的結構它可以用adjusting matrix去表示它 另外一邊就是它會有nodefeature 所以nodefeature我把它擺一擺 OK 所以我這邊有12345678 八個node 所以這邊的adjusting matrix它就是表示這個graph的結構 那一號node 一號node它對應的就是這個nodefeature這樣子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如果說我把這個node跟隔壁node交換 比如說我把一號node跟二號node交換 一號node跟二號node交換的話 這邊它就變成二號 所以這邊變成二號的時候 它這個二號它所指設的這個nodefeature 它就變成是這個二號的nodefeature 但是呢 但是呢 當我把一號跟二號node交換的時候 adjusting matrix它只是把第一個column跟第二個column互換 然後第一個roll跟第二個roll互換 可是對這整個adjusting matrix來說 它還是表達同樣的一個graph的結構 OK 它graph的結構的主體是沒有變的 它只是node的次序交換了 我們給它的index換了 但是它其實是不改變這個graph的topology 所以這件事情它可以引出什麼樣的特性 我們一樣就是用content information的觀點 跟genometric information的觀點 所以genometric information是指它整個graph的結構 content information是指說它node上面的feature是誰 所以這樣子會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就會有所謂的permutation invariant permutation invariant是什麼 也就是我把node互換的時候 有些東西是不變的 什麼東西是不變的 graph的結構本體是不變的 所以你拿這個graph的結構本體去做embedding的時候 它的embedding出來是一樣的 OK 然後你拿這個graph去做classification的時候 這個graph classification出來的結果也是一樣的 然後或者說去做pooling的時候 它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它會有所謂的permutation invariance 那所以什麼是會變的 會變的就是剛剛講的 會隨著我的index互換 那會變的就是feature 跟feature相關的function 所以feature相關的function就是你對 你對這個區塊去做所謂的graph convolution 那graph convolution基本上它跟前面的convolution很像 前面的convolution就是我拿某個node去跟它的鄰居 然後去做某個運算之類的 好 那所以說如果我今天1號node是這個人 那他的feature是紅色的這樣子 那我拿這個人去做graph convolution 然後跟當我把1號node跟2號node互換 互換之後1號變成在這裡 那1號變成在這裡 它所紫色的這個node feature是藍色的 OK 那我拿藍色的去做graph convolution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所謂的permutation equivalence 這樣子的特性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子的特性去設計出來的 這個convolutional layer 就是所謂的graph convolution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有deep learning 然後它是on graph 就是在graph上面去做deep learning 所以我們一樣跟前面CNN一樣 CNN它有convolutional layer 有pooling layer 在GNN graph convolutional Graph Neural Network裡頭 也會有graph convolutional layer 跟graph pooling layer 所以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一樣的概念 所以你要在影像上面做的任務 它其實都可以把它類比 把它搬到這個GNN上面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convolutional這樣子的運算 把它延伸到graph上面 OK 好 那所以其實這邊的話就是 呃 呃 呃 秀一下就是在 在過去 然後 呃 有 發表的一些graph convolution 所以這個是比較早期的 這個是14年的 OK 這個叫spatial 呃 它一開始是叫spatialCNN啦 但是它其實是一種graph convolution這樣子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數學我就 不 不深究了 但是它基本上的原理是 就是 它把node feature 做graph的 Fourier transform 然後到 到某個spatial space 然後做完運算之後再inverse回來 基本上大概是做這件事情 但是 它在做 Fourier transform的時候 它需要對整個graph去算 所謂的graph lap portion 然後graph lap portion 再撐回去 所以那個矩陣的運算很大 尤其當你的graph很大 你的graph很大 你的graph很大就是 譬如說你的graph是 呃 幾百萬個 就是因為有些人會拿 呃 去做這個 呃 就是電商的話 它會去做所謂的推薦系統 那推薦系統的話 每個node 你可能是 呃 不同的客戶這樣子 那你可能會有幾百萬 或幾千萬的客戶 然後你有 呃 整個 user的graph 然後這個 user的graph 如果太大的話 這個spatial CLN 是沒有辦法負荷的 OK 所以 這個 就是 當初樣的客人提出來的時候 也 不是很實際 就是一個demo case這樣子 那後來的演變就是 好 那我有沒有辦法去做逼近 做某種程度的逼近 所以逼近的話 有人用tropyship 你都沒有去做逼近 好 那最後比較popular的版本就是 呃 16年 剛剛講的 16年 那它17年發在那個 那個 我記得是ICML還是哪個 我忘記了 好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 現在大家比較知道 比較流行的 就是GCN 就是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這樣子 OK 那這是first order的tropyship CNN這樣子 然後再到近幾年 就是大概從 嗯 17年以後 比較流行的 就是Message Passing的架構 OK 那Message Passing的架構 它其實這一套是一個 這整個是一個 Graph Convolution的架構 所以 這一整個 Graph Convolution的架構 它就是去考慮 譬如說我要算 關於NodeI的Graph Convolution 那我就把它的鄰居抓進來 然後它自己的feature抓進來 OK 那它鄰居跟 嗯 自己 連的這條Edge Edge也會有Edge Feature 所以抓進來 它去算所謂的Message Function Message Function 算完之後 我再把它 Aggregate起來 OK Aggregate起來 Aggregate你可以算min 算max 算 呈乘法 或是 對 之類的都可以 然後呢 我再把這個東西 拿去做update update的話就會變成是 下一層 Node的 呃 feature 或者叫 embedding 之類的 OK 好 那所以基本上 呃 這邊就會帶到所謂的 Gerometric Deep Learning 所以所謂 Gerometric Deep Learning 它的概念是什麼 Gerometric Deep Learning 它就會是從剛剛我講的 呃 你去切入資料的想法 它會分成content information 跟Gerometric information 當你去處理相對應的資料的時候 你要去考慮這個資料 它的集合特性本身是什麼 影像有影像的集合特性 文字有文字的集合特性 圖有圖的集合特性 你針對它的集合特性下去設計 呃 Deep Learning 這樣子它才會是就是 Word Word OK 所以在 Gerometric Deep Learning裡頭 它要講的事情就是 呃 包含CNN 包含 呃 這個文字 它其實都是去考慮了它的集合特性下去設計的 Deep Learning的 The Framework The Model 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的話 呃 它把就是Gerometric Deep Learning 這件事情就 就把東西都包進來了 就是包三包涵 包 包CNN 包 包Transformer 然後包GNN 這樣子 然後甚至再把它 進一步延伸到 呃 數學上的一些東西 譬如說 症論 就是 就是Goop的Convolution之類的 OK 好 這邊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呃 參考下面的 就是 course 這樣子 呃 今年有新的 剛出來 好 那 所以 呃 針對這一點去做切入 所以這邊就是我自己去 呃開發在Julia上面 D redesignDeep Learning的一個套件 基本上目前最流行的是在Julia上面比較流行的Divlinia library 它是Flux 所以就針對Flux去寫了一個叫Germetric Flux 所以目前的話Germetric Flux的話 就是直接整合目前Current的Flux的Layer 所以你可以GNN的 就是你可以設計GNN的Model 然後GNNModelGN的Layer跑完 它其實也可以把它串到 譬如說你要想串到CNN 想串到其他的模型是可以的 它直接可以整合這個Flux的Layer 然後目前有Support在Kurla上面去做Training 然後有MiniBatch MiniBatch這件事情就是在Graph上面 會比較難設計MiniBatch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算是把它做上去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就是目前就直接整合了在Graph的Ecosystem 目前Graph的Ecosystem比較大的就是Gulia Graph OK 那Gulia Graph它有支援一般的Graph 就是Binary有Edge沒Edge 然後也有支援Weighted Edge的Graph這樣子 然後有Messive Passing的架構 有Graph Network的架構 好 所以這個是目前有支援的Graph Convolution Layer OK 然後不是全部啦 就是還在增加當中 那現在開始就是前面有講說就是會往Germetric Deep Learning的方向嘛 那所以說除了Germetric Deep Learning GN是Germetric Deep Learning的一個分支 OK 那有其他分支 所以其他分支的話就會往一些比較數學特性的東西走 所以包含比如說像Group 就是所謂Group Convolution 就是全論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有EN的Equivariant Convolution Layer OK 然後目前第一個是先這個啦 然後後面的話再陸續增加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關於GNN Layer的設計 OK 所以基本上搭配這個GNN Layer的話 會有 你可以有兩種input 第一個是你是做array的input 就是我直接matrix或tensor直接丟進去 然後也可以有所謂的feature graph 那feature graph的話就是我去額外設計一個type 然後它是可以帶graph跟帶剛剛講到的nodefeature 或是agefeature等等的之類的 然後就是直接一包整包丟進去 OK 那所以目前的話設計 可以有所謂的array in array out的方式 array in array out的話就是 OK 我先把graph包進feature graph裡頭 然後包進feature graph裡頭 我可以把這個feature graph塞到layer裡頭 所以譬如說這邊有一個GNN的convolution layer OK 那這個layer我讓它可以去帶graph 所以帶graph的話就用一個withgraph 然後把它跟feature graph一起包起來 OK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會形成一個GNN Layer 它有內建graph在裡頭 那這樣你資料就可以不需要提供graph 然後array丟進去array out這樣子 好 然後像rigger的flux的layer dropout jobout的話就是一般flux去提供的layer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接起來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的話它的x跟y都是array 就是array in array out 好 那另外一個模式 另外一個模式就是feature graph in feature graph out 所以feature graph in 那就是直接把feature graph當成data OK 那目前feature graph 以前的feature graph的話 只能放一筆data 就是一個observation這樣子 就是譬如說我是一筆資料的一個nodefeature 所以它就是一個vector 然後vector進去 然後需要帶一個graph 但是現在有可以讓它是batch的 所以batch的 所以它可以是一個tensor進去 所以feature graph in feature graph out的話 那這邊我就不用讓它帶graph了 然後這邊的話為了銜接 為了銜接flux的layer 所以這邊有設計一個叫做graph parallel 那graph parallel的話這邊各位可以指定 就是當feature graph進來的時候 那它會通過這個gcnconvolution OK 那gcnconvolution它只會對你的nodefeature去做convolution 那它出來一樣是一個feature graph 那feature graph裡頭一樣會有nodefeature啊 有nodefeature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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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針對譬如說我node的feature要過dropout 然後我的node的feature要過其他的layer 等等的都可以 所以這邊各位可以自己指定這樣子 OK 那所以這邊進去跟出來 所以進去就是feature graph 出來也是feature graph這樣子 OK 好 然後support mini-batch的training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目前的話有support這個在flux裡頭 它的data loader OK 那這個是比較早做的slide啦 然後我近期應該是上個禮拜吧 上禮拜讓這個feature graph可以支援這個data loader這樣子 所以目前的話 目前的話 比如說像nodefeature 它需要切batch的話 都會透過data loader切了一個mini-batch 然後mini-batch把它送到cuda裡頭 然後去train你的model OK 然後 目前的話 我讓這個feature graph 然後它去support data loader 所以說它的狀態大概會是這樣 就是feature graph的話帶一個graph 然後有帶nodefeature 然後這邊的話 它也是 它就會針對裡頭的feature去切batch 所以說裡頭就會是一個mini-batch 一個mini-batch 然後切成好幾個 然後再丟進模型裡頭去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新功能 然後跟 steady graph跟variable graph的strategy這樣子 所以剛剛講的steady graph指的就是 我的graph就是固定就是哪一個 那固定就是哪一個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塞到那個layer裡頭去 所以就讓layer帶就是wist graph這樣子的方式 叫做steady graph 然後變動的 變動的話就是 我 我每一個 每一個sample 它所需要對應的graph都不一樣 那都不一樣的話 就把它帶在data裡頭 帶在data裡頭的話 就是直接包進feature graph裡頭去 ok 然後所以feature graph塞進去 好 那 這邊是剛剛講的 就是gm layer跟flux layer整合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剛剛就是graph parallel的機制 ok 所以graph parallel它做的事情就是 當你feature graph進來的時候 那not feature過not layer 然後edge feature過edge layer等等的 這樣子 那對應的call是下面 就是上面是概念圖 下面是實際的call ok 好 那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去 我們去 拆解這個資料 那拆解這個資料把它分成content 跟這個genometric的information 那 其實後來大家發現說message passing這樣子的架構 其實它並沒有去 它其實並沒有去處理這個genometric的information 它沒有去處理這個positional的東西 所以說它其實並沒有真正去發揮出gm 本身應該有的能力 ok 怎麼這樣說 因為 這邊比如說這邊message的部分 好 那message的部分它只有去吃 比如說 某一個點它的node feature 然後跟它鄰居的edge feature 跟它鄰居的node feature 然後跟它們之間的edge feature 那假設如果有另外一個點 那也是它的鄰居 然後它的node feature一樣 edge feature一樣 如果剛好都一樣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分邊說這個點跟這個點是不是不一樣 因為這兩個點資料都一樣 input都一樣 丟進message function都一樣 所以都一樣它就沒有辦法分邊說這個點是不是跟這個點不一樣 ok 那 而且在甚至就是說這邊的aggregate aggregate function的話就是直接把東西sum起來 去min 去max 這邊的話也沒有辦法去分辨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 GNN在message passing這樣子的架構之下 是沒有辦法萃取更多資訊出來的 所以它在目前可以做到的accuracy的話 它的效能是沒有到非常好的 你拿一下麥克風 哈囉 我剛才聽下來我以為 GNN裡面的position 的information就是指說它的 譬如說它跟其他人 其他node是怎麼聯繫的 這件事情就是它在這個graph裡面的position 不是這個樣子嗎 我以為說 譬如說拿那個圖片來講好了 其實圖片它也可以看成是一個graph 是說每個pixel跟附近的pixel都是節點 然後它跟附近的pixel都有edge 所以用這個去表示它的position ok 就是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graph本身它就有包含的position的資訊在裡頭 但是重點在於它的這個資訊不夠 就是它不足以讓這個GNN可以去 可以去發揮它的power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即便說 即便說它是鄰居的關係 鄰居的關係這件事情 它本身就有把這個position information把它考慮進去 但是如果都是鄰居 那都是鄰居 然後這兩個人剛好長得一模一樣 對它的feature剛好長得一模一樣 那剛好長得一模一樣的case其實有很多 在化學分子裡頭你遇到同樣的原子的話 它就會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如果它的間接再一樣的話 它的edge feature就一樣 所以這樣子的話沒有辦法分辨說 ok我連接的左手邊的這個原子 它是在本環裡頭的碳原子 還是右手邊這個碳原子 它是在哪個結構裡頭的一個部分 ok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分辨這件事情 可是照你這樣講的話 不就代表說 有點像說在這個graph裡面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譬如說參考的node 然後譬如說這個 我現在這個node是 離這個node 這個參考的node 就是譬如說 以graph的術語來說 就是一個root 就是說 我有個rootnode 然後它是離rootnode距離多遠的 然後跟另外一個是距離rootnode比較近的 所以他們兩個雖然說鄰居都長一樣 它自己也長一樣 可是因為它跟rootnode距離不一樣 所以他們兩個的position其實是不一樣的 是這個意思嗎 距離的話可以作為一個辨別的方式 因為距離的話 或許就是我可以看說 我這個node 離目標的node 它的距離到底多遠 但是它的 大家會比較focus在所謂的subgraph 或是substructure這件事情上 就是當我在這個結構上面的時候 那我也沒有辦法分辨這個結構 它其實連接比較大的結構 會是在整個結構裡頭的哪一個部分 所以就是當我把scale縮小 或是把scale拉大的時候 我把整個視野放到這個graph的subgraph上 然後或者說把這個視野放大到整個graph上 這個subgraph它是在整個subgraph的哪個地方 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再縮小到只有到這個node上面的時候 那它的鄰居會是誰 這件事情 OK 那所以其實後面的話就有非常多人 就是非常多的work 大概是近年就是20年跟21年 然後今年其實還有啦 就是一直在做在GNN上面設法把它加入所謂的positional encoding 或是甚至有所謂的graph transformer出來 所以graph transformer的話基本上就是要幫這個graph加上positional encoding 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邊的話論文可以參考 那這邊的話就是其實裡頭都有去證明說就是 如果我有去加所謂的positional encoding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會讓GNN它的這個譬如說 我看到我的genometrics法裡頭的東西就是 有做這一篇叫做 Learnable structure and positional encoding 那這個的話它做的positional encoding 它是直接做learning的方式 一般的話在transformer裡頭的positional encoding 都是我已經知道位置 然後把它放到一個透過一個encoding的方式 然後它直接算出一個固定的embedding 然後把它加進去 但是這邊的positional encoding的方式 它是自己做learning的方式 那這篇的話就是其實它蠻新的 就是去年的 然後是Yosha Benjo在裡頭 OK 那他們團隊去做的就是LSPE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目前有把它做在這個 GNMF裡頭 OK 然後這邊 這邊我想再寫個example出來這樣子 OK 那example還沒有寫 那目前的話 LSPE它的設定是可以在messive passing的架構上面 直接運作這樣子 OK 所以它直接可以吃一個messive passing的layer進來 然後它就可以幫messive passing加上positional encoding 然後這個positional encoding 是用learning的方式認出來的這樣子 OK 然後跟metaphore learning 那metaphore learning的話 過去做metaphore learning大概就是我去找到 這整個metaphore的結構 然後所以說它大概會分成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會去辨識出 我會先把這個data先去辨識出這個data裡頭的graph 它的整個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然後當我construct了這個graph之後 然後我再依據這個graph去把資料從high dimensional space 把它降為到low dimensional space 然後再來就是去應用這個模型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利用像這樣子的方式去做資料的視覺化 比如說像比較有名的tisney或者是umap這樣子的模型 它都是metaphore learning的其中一員這樣子 那其實metaphore learning它並沒有去真正去學到 學到這個高尾的manifold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沒有去學到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在過去很多的這個文獻裡頭 它都有去講到一件事情是說 就是你最後呈現出來的這個結果 呈現出來的結果 它其實跟高尾空間中它的相對距離其實是有一些落差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高尾空間中去建構這個graph的時候 它很多時候就會不小心連錯人 連錯人就是譬如說像這個的話它是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那個swiss row的data state 就是有一個瑞士捲狀的 所以那個卷狀的swiss row的data state 它在不同的distance major情況下 它的這個node有可能會去連到 譬如說像這個是在比較外層的這個瑞士捲的空間上 然後但是它有的時候這個node會去連到里層的 就是它這邊會變成有連結 那變成有連結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去學到 這真正的這個manifold的結構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方式就是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建構manifold 或者建構graph這件事情跟降微這件事情一起做 因為他們想說OK我建構graph是先做 建構graph建構完之後再去做降微 那我這兩件事情可不可以一起做 所以一起做的話他們就去設計一個gm的layer 這個gm的layer它可以去認所謂的lettinggraph在裡頭 所以這個lettinggraph它會時時刻刻去隨著這個layer去更新 而去更新這個graphOK好 下一場 好OK 好然後因為現在時間差不多到了OK 那我就把東西勾訴OK 那所以這邊它做的事情是dynamic的graphupdate OK 然後跟group的convolution layer 所以groupconvolution layer它可以去處理化學分子的計算這樣子 OK 然後它裡頭有position and coding 好 然後數學師我就不用了 然後sampling sampling是比較次要的功能 好 這邊的話我事後就會把這個slide丟在那個gdata1 所以大家可以去上去下載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新的功能大概就是上述的這些東西 所以去empower我們的gm的話 一個key就是position and coding 是設法把position and coding這件事情加到gm裡頭去 好 就謝謝大家 好 感謝杜大精彩的演講 那就是我 我的問題是怎樣 就是transformer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fully connected grave 然後它裡面也加了position and coding 然後你可以把它想成每一次在做一個transformer layer的時候 就是跟自己臨近的去做tension 那你疊很多層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訊息往下遞延到更深層的 更遠的距離 更多層的疊加這樣 那現在grave也一樣的把position and coding也加進去了 那如果像譬如說像這個例子 這兩個東西已經越靠越近了 那grave能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跟我直接用transformer做 譬如說我今天是用在這個原子的分子的序列上面 然後我一樣的就是用attention把它當作 我給它一個position 然後讓它fully connect 然後讓它去做這個後面的運算 跟我用grave然後再加position and encoding 它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好處 或是Signar的使用情境是適合用GNN的 OK好 就是剛剛有講到就是把position and coding加到GNN裡頭去 那跟transformer幾乎就一樣的 那這樣有什麼樣的好處 其實今年應該是今年 今年有一篇paper 今年有一篇paper講說 OK過去的話大家都是設法把GNN設計成Graph Transformer 設計成Graph Transformer 就是這個transformer它可以吃Graph進去 然後如果反過來思維反過來 思維反過來就是 好我把GNN裡頭 Graph的任何東西 包含Graph的structure Node的feature 任何的東西全部做embedding 塞到一般的transformer裡頭會怎樣 OK意外的效果還不錯 OK 所以回到剛剛的問題 所以到底我什麼時候該用什麼模型 一開始的話我們會講說 你資料是什麼 那你可能會有對應的模型設計 或有對應的模型架構 然後把它丟進去 所以當我把一切都打通了 所以把一切都打通了 那基本上就跟現在的 就是譬如說像前一陣子有所謂的Vision Transformer 就是VIT VIT的話它也是一樣 就是一開始我們以為image 它就只能用CNN 那現在transformer上面 transformer也可以用在這個image的test上面 所以後來就是 其實後來就會有點大統一的感覺 對 我是這麼覺得 好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是用那個tensorflow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你現在開發的這個julia套件 能夠直接把它轉換成tensorflow的model嗎 轉換成tensorflow的model 我目前還沒有支援only 我目前還沒有支援only 好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來找我們 再做一些功能上去 然後可以去支援 對 目前沒有辦法 對 目前沒有辦法 那如果 因為其實轉成tensorflow的話 就是它的整個 就是底下的模型就會是用Python跑 那用Python跑的話 它吃的效能就是Python的效能 OK 那所以其中一個方法是 就是可以讓它有tensorflow的介面 但是下面底下的模型跑的人就是julia 那它的效能是會上去的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之前好像有看過就是tensorflow 好像不支援那個動態的layer 所以我不知道說這種graph上東西 跑上去會不會怎樣 因為近期是不是有改善 對 我記得2.0有 對 我記得2.0有 2.0它就有點跟就是那個pytouch是一樣 是dynamic graph的computational graph這樣子 快請教一下 所以我不太懂這東西 所以說就是這個 你用了graph learning之後 你的layer數在 會根據你input的graph 不一樣而有所不同嗎 還是它都是相同的layer layer數模型的話基本上會 模型跟資料是切開來的 所以不會因為你資料變多 或者是怎樣而不一樣這樣 那它只會依據你要解的task 不一樣而不一樣這樣 好謝謝 好 好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好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換場了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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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